自殺無人機 朝目標攻擊瞬間爆炸 竄出真正濃煙 威力不容小觸 而這些可都是俄羅斯 近期對抗烏軍重要力氣 整個倉庫全是滿滿的自殺無人機 從零件到組裝 俄軍一手包辦 每天產量超過數千架 不只成本低 而且無論是戰車 工廠 軍事基地 什麼目標都能炸 型號VT-40的自殺無人機 能夠重複使用 效率高 不過對於俄軍來說 最大難題恐怕是能力操控 不過對手烏克蘭當然也不是省油的燈 船中物軍竟然靠著中國製的船越機 上頭綁上一顆RPG-7串連彈頭 只要四千三百元台幣 就能跟一發六百萬台幣的標槍飛彈 效果相匹敵 讓人折舌 他可以代替一些 其實二樓是可能已經比較難獲得的 像一些火箭彈 或是反戰車飛彈等等 執行一些任務 大概就等同於差不多 手榴彈或是破壞彈或火箭 這樣子的效果 無論雙方戰士還未停歇 在西方晶圓力道減緩之下 各出其招 又用最低成本發揮戰士最大效力 三星尾女士顯得副詞綜合報導